你不想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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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如此 大家开始投票吧 苏氏一票 苏氏两票 苏氏三票 苏氏四票 苏氏五票 苏氏六票 苏氏七票 苏氏八票 苏氏六票 苏氏一票 苏氏六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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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氏五票 苏氏的百花争宴固然抢夺天宫 但谢氏的绣品简单却有新趣 下官还想看看 他们在下一轮会有什么新花样 这第一轮比试 苏氏八比一暂时领先 第二轮比试为顾色 三日后见分晓 诸位都退下吧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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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好好好 来了 来了 走吧 谢谢 谢谢 小心点啊 慢点啊 王叔 干吗呢 有什么我能帮你的吗 不敢劳烦您 您还是陪包子玩去吧 这什么布料啊 怪我看的 这是云锦 刚从江南进的货 可贵呢 云锦 王叔这不对啊 这上面没有赤金线 怎么会是云锦呢 哎呀 果然没有赤金线 肯定是上当了 不行 我得把这批货全部推回 火箭 没想到啊 大名鼎鼎的县市仇布庄 全都是外行 你 赤金线虽然金贵 但是质地柔软 难成力柔 这一年来 江南制造 为了让云锦的品质更高 已经将赤金线 改为圆金线了 这批云锦仍是上门过 此刻你们退回去的话 岂不是闹大笑话了 此话当真 你胡说 这位公子说得对 大少爷 这批云锦的确已经改成了 圆金线 霓儿 他说得没错 你去看看爹带回来的 江南制造新编 上面有关于圆金线的记载 王掌柜 这批云锦先入库跟我来 好 大少爷 还是你们家大少爷懂啊 你还挺懂不料啊 我还以为 你不过就是个 横行霸道的公子哥 谁横行霸道了 那 那日 我又不是故意的 要不然 我现在给你赔个不是 不需要 本姑娘不接受 你为什么不接受啊 你还要我怎么样 小小女子 别得理不扰人啊 女子怎么了 我那日 不照样赢了你吗 那你要是不服的话 咱俩再出个题 比试比试 我也不需要 我们家已经赢了 我没有必要服吗 你们家 你谁家啊 来来来 你看 苏世仇布庄 我叫苏文宇 这就是我家的 你就是那 奸华舞弊的苏家人哪 谁奸华舞弊了 你家啊 你才奸华舞弊呢 你家奸华舞弊呢 你家奸华舞弊 你还不敢承认 你家奸华舞弊 你家 你家 哥 别说 明明就是他作弊了 还不敢承认 你们家怎可能 在两日之内 完成如此精美的秀品 分明就是作弊 别说了 苏公子 我妹妹心直口快 我代她赔罪 我这还要开门迎客 苏公子 还是请回吧 你别走啊 你往后说清楚 谁跟我说清楚 谁家奸华舞弊了 你家 你家 公子 您别为难我了 一定是你们找错的 谢谢你了 难道他说的是真的 不行 我要回去问清楚 少爷 你这么做 让同行怎么想 让文宇又怎么想 明眼人一看便知 这么复杂的秀品 怎么可能是 两日之内完成的 大家面子上不说 背地里说不定 怎么笑话我们苏家的 你让文宇怎么看待 我们这些做长辈的 你对得起我们苏家 这块绸布庄招牌吗 大哥 我也是为了苏家 你若是不领情的话 将当中宣结束后 苏家的事 我便不再掺和了 你不掺和 难道你掺和得还少吗 公明 难道你还想继续 可以迎死武陛下去 为我苏家 博得一个千古骂名 才甘心吗 别以为 我不知道 你背地里干的那些勾当 高玄是你收买的 高玄是你收买的 阮段是你提前就拿到手的 命题也是早就知道 要修功精心准备的 大舵手机得来的证据 简直就是令我苏家蒙羞 高大人是袁统领 而大哥跟袁道成 不也是常年交往吗 好 我袁道成死交甚好 但我从未让他 替我做过媚者良心的事情 公明 自从我身体欠佳 让你接受苏家的生意以来 岳家的胡作非为了 事情已然如此 大哥则怪 兄弟也没办法 你 第一轮比试 虽然咱们家领先 但谢家的气势 已经完成压倒了苏家 要想高准无忧 还早着呢 大哥身体欠佳 还是早点休息吧 兄弟走上这条路 这一步是不能回头了 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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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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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货呢 小姐您有什么事啊 这个我会 你来你来 给你吃 我来 小姐 可是姥爷不让你 打鸟 进去 粗不 又来干吗呀 我是来想跟你说句话的 你我无话可说 你还我 对不起 什么意思啊 你之前是我们苏家见花舞弊 所以才赢得了第一论女士 你说得没错 是我们苏家作弊了 我们丢掉了商人的信誉 早就已经输了 我听到我父亲和我二叔的对话 才知道我们苏家 才知道我们苏家 我说一样是对话 你为了自己的女士 我太太太败了 他会不会给你 大的那种花行李 我怎么总之后 我有点感觉 我会给你平衡 你的老师 你会给你一个小孩 你不觉得是个小孩 你不觉得是一个小孩 你会给你帮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本次锦绣大会第二轮已是故色 台前三只木桶分别盛满了雨水 醋以及白酒 现在就请宋氏谢氏将自家布料依次进入桶中 一炷香的时间 凉皮布料经过雨水 醋和白酒的进食 丝毫未见褪败掉色 令人惊叹 仅凭肉眼看 确实哪有高兴 撤 撤 撤去 撤去 原大人 既然南风高下 在下倒有个提议 请 把我们两家的布料放到烈日下曝晒 我们谢家的布料即使在烈日下曝晒三日 也会色泽如星 好 这个方法好 烈日下曝晒 方能见分晓 大人 万万不可啊 如果家事一局 苏家还讨不他便宜 这么多眼睛看着呢 毕竟要负重 无妨先家事一轮 好 现在就将两家的布料置于烈日下曝晒 三柱向后再做评判 我们下期见 明天撤住 三柱向 时间已到 接步 这谢家的布料一点都没对色 是呀 方式地有酒都没对色 对色 对色 对啊 挺明显的啊 不应该啊 这儿实在啊 你这儿真是想不到啊 你看 谢家的固色技巧果然不凡 烈日暴晒三炷香的功夫 却丝毫未见退败 两轮比试 苏谢两家大成平局 第三轮比试是染色 题目为赤 五日之后见分晓 这个赤 要怎么展示呢 霓儿姐姐 快看 看我画的画 你怎么弄的都湿了 快坐下我给你擦擦 以后下雨天 不要再出去乱跑了 会生病的 好 对了妮儿姐姐 你快看我画的画 看 特别好看 你猜猜我画的是谁 我可画了好久呢 你快看 是不是特别漂亮 还有这张 看 这个更好看 是 包子画得越发好了 真厉害 妮儿姐姐 你怎么了 爹他们 在为第三轮的笔试发愁 这都第三日了 我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包子也没有办法 这赤 是人们最喜爱的颜色 因为它鲜艳 浓烈 又极小 赤有身有浅色 深浅不同 寓意也不同 可是要如何 让赤字 变得鲜明别致呢 还真是个难题 算了 跟你说你也不懂 你 你 你 快看啊 你 你叫我名字干吗 快看 你 快看 是你猴啊 好美啊 你说那上面 会不会有人啊 我也好想上去玩 肯定很好玩 你 有了 有了 有什么 哥 哥 哥哥 霓儿 你又跑哪儿去了 我想到了 你想到什么了 我想到那块布 该染成什么样子了 每每雨后出现彩虹 都会因为珍贵而令人欣喜 遇见它的人呢 也会视之为吉兆 哥 咱们何不以霓虹为题 染出一种七彩布料 七彩如意 一夜吉祥 创意虽好 但通常的染色技法 要使面料赏光 都会在上面加一些 金箔银粉 但这种做法造价昂贵 并对寻常百姓承受得起的 那 如果这种布料 粗看之下平淡无奇 却能够在阳光的照射之下 显示出七彩之色 岂不是会更神奇有趣 你的这个想法 倒是和咱们家的祖传配方 不谋而合 但这种配方原谅昂贵 需要大量的工序提升故色 原力物力都煞费周折 毕竟咱们家的布料 还是以价廉实用为主 可是咱们这是笔试啊 自然是越珍贵越稀有为好 哥 咱就用它吧 就算是用了 我们却赢得了这场笔试 今后也难以汇集百姓 这对于咱们家来说 就失去了秘 那既然昂贵的话 有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啊 希望继续听到 简直到此 明天中邂有一个创立的 意味着 尽力更多 又地转眼 尽力更多 有些仇 既然到我们的这些 事业 有人 水 好 公子 您看看我家瓜瓜 你不要 来一条吗 吃不得吃不得吃不得 您要来个娃娃吗 这个特别精致 这是什么呀 这就是娃娃 娃娃 您看看 这个我认识 这个是老虎 爹 哥 你们快点 快点 咱们呀 一定要比苏家先到会场 这样呢才能显得我们 游刃有余 胸有成竹 一定要从气势上 把苏家压倒 你这小丫头 小姐 小姐 包子不见了 什么时候不见的 一大早 我还见包子在院子里 骑木马来着 后来有伙计说 看到包子溜出府了 我已经叫人出去找了 可是没找到 那你们先去 我找到包子再来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回来 这个是我爱贴短 公子 来看看这小怪件吧 特别心情 好好玩啊 买一个吧 包子 卖包子嘞 来 谢谢啊 包子 客官 来 看看 刚出锅的 比我在家吃的还大 要不您尝一个 我们家的包子 这套街最有名了 很好吃 好吃吧 有肉的吗 有 这 这 这 你尝尝这个 好吃吧 好吃 客官客官 两钱 什么两钱啊 这 你吃了我俩包子 你得给我两钱啊 我没有 你不能走啊你 抓我干什么 你这人怎么这样 这不明抢吗你 你 你这个人 吃我包子 好牛 这是什么事啊 这吃啊 没事啊 这 她想象你收听啊 你想象啊 你想象啊 她从你搞呢 她想象啊 怎么就 Як 包子 包 老板 你会被看到一个人呀 长得很高 梳子 包子 包子 老板 刚才有没有一个家丁来卖包子 没有 那你要几个包子吗 不是不是 我在找一个人 穿着家丁的衣裳 长得很高 那我会就这样 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家丁 长得很高 然后占一个这样的头发 没有 包子 锦绣大会第三轮比试 现在开始 苏老板 您先请 此乃纯正的皇家赤色 除了色泽够正够红之外 还在染料里添加了金箔印花 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 此等布匹 适用于皇宫内的大型庆典 苏家的染色工艺果然非同凡响 此块布料实乃天宫之处 苏大人 苏大人 您看呢 本官在宫市局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到 如此纯正通透的染色计划 苏老板 好工艺 谢袁大人夸奖 谢老板 您也就别等着了 快把你们家的宝贝亮出来 给大家看一看吧 遵命 这就是你们谢家拿出来笔试的布料 正是 谢老板 您家的这块布还真是朴实无华呀 这就是 既然二位老板已经展示完毕 诸位大人可以开始投票了 高大人 草民尚未展示完毕 此种布料需披至身上方能展示 顾在下做了一件简易的披风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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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否劳烦之事 起身为我事宜 能否再请您转一下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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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 幻化为赤 又将赤延伸为七色 谢某认为 这是对赤最好的诠释 为此 我们将这种布匹命名为幻彩罗 有力有力 真是有力啊 好一个幻彩罗 真的是巧夺天工 美轮美幻 谢老板 虽然说你的染色技法高超 这块布匹也算得上是上乘之作 但是就如苏老板所说 偏离了赤之主题 对不住 我们不能叛逆 本官宣布 此次锦绣大会 行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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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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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若王爷真有什么三长两短 叫下官如何自出啊 王爷安好 您先请上座吧 上座就不必了 如今料理正式要紧 王爷所言极是 下官正要宣布 此次锦绣大会的胜出者 还未投选 就宣布胜出 王爷既然回来了 一切由王爷定夺 苏布染色剂法纯属 可算上品 谢王爷夸奖 而这谢布则当得起 惊艳二子 正如谢老板所说 赤乃七色之首 此布以七色换一色 此布以七色换一色 一色换七色 其巧思可谓是登峰造极 且谢家一直致力于 降低布匹成本 虽是鄙视 但一心想要为百姓造福 着实不易 以本王之意 今日这一场鄙视 应由在场的全部官员 投选 方显公平 诸位 意下如何 请订阅 请订阅 既然王爷亲自度办 我等照办便是 苏氏 一票 谢氏 一票 苏氏 两票 谢氏 三票 谢氏 两票 谢氏 三票 苏氏 三票 谢氏 四票 苏氏 四票 本王宣布 谢氏 三票 谢氏 三票 四票 本王宣布 谢氏 三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纵使那谢家现在获得了贡商的名号 那日后还不是要跟宫市去打交道吗 那知他的法子多得去了 倒是苏老板 日后用得到您的地方 也多得很哪 那日后草民就听候二位大人的差遣了 按惯例 三日后在宫市局将要设宴 款待此次参选的不伤 届时苏老板务必赏光 啊 是是 在下遵命 那既然如此 苏老板不如明日来一趟宫市局 到时候这场内外需要怎么布置 需要哪些物品 会跟苏老板好好交代呢 哦 是 是 苏老板 还不快去准备准备 那咱下 苏老板 我告辞吧 事情没办成 反倒让我掏银子替你们值班 官家的银子全都进了你们的口袋 算你们狠 算你们狠 爹 公市局来了好几位大人 咱家成了共商 这次可是光宗药组了 您慢用 爹 您可是在想那位王爷的事情 早知道我们收留的那个包子 竟然是 早知道她是位王爷 当初应该想个更周全的方式 不过她是自己跑的 也不是我们赶走的 但是这位王爷却像是不认识我们一样 甚是奇怪 爹 您忘了 他来咱们家的时候 大夫说她头受了伤 试了心智 想必后来是自己醒过来的吧 其实不认得咱们也好 倪儿喜欢和她胡乱玩闹 到底也是不成体统的 那我们便顺其自然 此事就此作罢 不要多生是非 毕竟是位王爷身份尊贵 要是知道自己曾经成了个傻子 不免难堪 还有 洛王殿下的事 不要告诉尼儿 这个丫头疯疯癫癫的 知道了 指不定闹出什么乱子来 父儿明白 谢老板 谢老板 恭喜恭喜 多谢二位 谢老板 如今夺得杜商之位 这真是众望所归啊 过奖过奖 承蒙各位太爱 你我看 以谢老板的实力 大和圣人不商行会 新人会整的 兄台所言极是 小纳苏家 霸占不商行会几十年 再其位不额其政 一心就想拉拢公事局 早就该下台了 不不不 谢某才书 实难成此众人 二位万不可再提此事 不提不提不提 里面请 好嘞 恭喜恭喜 谢谢老爷 门怎么关了 恭喜你啊 你怎么在这儿 我当然是来盗货的 盗货什么呀 黄榜都贴出来了 你们家都成为共商了 真的呀 太好了 等一下 你是不是喜欢山茶花 我知道有个地方 叫迎春园 里面种了大耳天的山茶花 特别好看 真的呀 真的啊 不过昨日我去 现在还没开园 但也无妨 十日之后 那你会举办签勾会 到时候我带你一起去 怎么样 签勾会 特别热闹 那 那说定了 十日之后 我在这里等你 不见不散 好 那到时候见吧 还让开我先回家 不见不散 校官定当全力去办 还请王爷放心 那就有劳袁大人 那哪儿 请王爷 你还请王爷 他觉得大厅 但是他要在那儿 你去带我 到他去带我 不可 不得了 他是他 你会去带我 你去带我 你去带我 往发压朗竭尽全力 在花样和染色公益上 也会再多下功夫 谢老板 宫市局的意思呢 既然作为国理 是否当于 平 viktig市兽的 这些布匹区分开来 方显尊贵呢 谢老板不必在意 幻彩罗色彩鲜叶 置地上乘 就算是作为国理相净 也是极好的 感谢观看